《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每週精選 2015年10月11日 第1467期《時代論壇》 專欄是《時代粉紅》 贊聞陳偉安 題目是《我想做牧師》 譚按摩 《我想做牧師》 這句話是教會的禁忌 你可以對人說 我想侍奉主 我想做傳道人 但是《我想做牧師》這句話 你不可以隨便對人說 你連祈禱也不敢 你從未聽過傳道人的代討事項 是希望自己可以盡快按摩 真的 在華人教會 按摩要講祭語 天時地利人王命數 傳道人不要想 不要說 甚至不要要求 你只能夠毫不在意地等候上帝 噢對不起 等做牧師也是很大逆不道的 有人說 我從來都不稀罕做牧師 我只是想忠心侍奉上帝 這句話很好 也是真心話 但是 就好像和想背女人過河的道理一樣 真正的問題不是想做牧師 真正的問題是覺得想做牧師有問題 為什麼想做牧師會變成一件好高冒遠的事呢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有一次 我碰見一位即將要按摩的傳道人 問他說 聽說你快要按摩了 是不是 他突然反應很大 謙卑推堂地說 沒有呀沒有呀沒有呀 我呆了兩秒 然後才明白 他所說的沒有 其實不是沒有這回事的沒有 而是中國人升官被恭維的時候 回應的沒有呀沒有呀 不過其實我真心不是要恭維他 只是想向他確認一下 說回頭 為什麼教會要恭喜傳道人惡目呢 究竟成為牧師有什麼值得恭喜呢 是因為升職加薪嗎 當然不是啦 教會的傳統答案是 因為按摩是對傳道人牧養工作的肯定 不過這個答案 豈不是變相對傳道人當年來工作的不肯定嗎 由此看來 傳道人按摩還是值得恭喜的 原因是苦盡今來 正如我先前寫過 傳道人這個銜頭 本來是華人教會歷史為留下來的獨有產物 牧師先是聖經對牧者的應有稱號 當然 稱號歸稱號 怎樣叫其實不足皆懷 不過在實際的場景上面 傳道人和牧師之別 便想暗示了牧者的高低 一個又惡又懶的牧師 什麼都不做表面上比小傳道好 對於這個問題 提高傳道人形象是短期解決方法 長遠來說 按摩制度的改革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對此 我有以下的建議 第一 教會應視傳道人為預備成為牧師的過渡性階段 這個階段不適宜過場 第二 教會應該在程序上面 主動為傳道人進行按摩的安排 並且為按摩定下積極清晰客觀的標準 就是說 教會對按摩的考慮不是被動地想 怎樣才可以按摩 而是積極地想 怎樣才不能按摩 除非傳道人未能符合某些基本條件 包括考試、面試、基本表現等等 否則按摩應該被理解為常規性的事 我期盼到了那天 當牧師成為華人教會的普遍職行 牧者的屬靈身份 就不會被牧師這個銜頭蓋過 牧者只能以自己對群羊的關愛和衛生來定義自己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